维生素是人体必须营养素的一种,它又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,其中维生素E则是最为女性熟知的一种。 在很多女性心中,维生素E可谓是万能的美容元素,由于能抗氧化,因此在抗蚧脑、蜀蚤、蛋白、甚至褛八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。 真有这么神奇吗?网络上流传可以把维生素E直接在脸上美容,真的可以吗? 维生素E则直接涂在脸上晒太阳前,涂抹最佳维生素E是一种抗氧化剂,对于改善皮肤则组成者,减少皱纹,增加皮肤弹性等方面都有一定功效。 市面上很多护肤品实际上都含有维生素E。 中山大学工部学院陈玉明教授,在此前采访中表示,维生素E是可以直接外用涂抹在脸上的。 维生素E在脂肪剂液纯的有机容液力能够溶解,因此外用直接涂抹在脸上也可以有部分渗入到真皮层,从而起到一定的美容功效。 但需要提防过敏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敏人,目前维生素E制品很难达到足够高的程度。 因此,维生素E本身或是其他杂质,都有引起皮肤过敏的可能。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士而言,建议涂抹维生素E之前,可先在耳后涂抹,确保没有过敏反应,才可以继续使用。 由于维生素E预防斑点生成的能力越剩余,对于形成斑点的消除能力。 因此,陈玉明教授建议大家最好在晒太阳前涂抹维生素E,这样能起到不错的低于紫外线功效。 市面上的防晒霜一般都含有维生素E,而在阳光照射时直接涂抹维生素E,则可阻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破坏,减少月光照射引起的衰老。 这时候能起到不错的效果,维生素E可以怎么补充,过量摄入维生素E会怎么样? 为了能达到理想的美容功效,爱美的女性除了直接涂抹维生素E以外,还会考虑口服补充维生素E。 那么,怎么补充维生素E比较科学? 陈玉明教授指出,普通人每天推荐摄入维生素E量为15毫克, 可以通过动物肝脏和植物油等食物进行补充。 如果觉得上时无法保证基本摄入,也可以需要购买基础的维生素E天气进行补充。 在补充维生素E需要控制分量,如果长期服用过量维生素E, 不仅请不到应有的保健美容功效,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, 包括头痛、头晕、皮膀、出血、腹痛、腹性、肠静慢等症状, 并能引起耐分泌紊乱、生殖器官出血、性功能障碍、 去白细胞的杀菌能力和人体免疫功能都下降, 还可出现极萎缩无力、高血压。 关心病者可能有血压增高、血脂增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